而台铁工会不加班5月1号呢 华联车站一整天是冷冷清清的 但是为了服务往返台北 华联台东间的旅客 公路局也出动了大批车辆和人力 在车站前执行的累火车方案 旅客虽然不多 不过也普遍认为服务还不错 也表示说虽然搭客运时间不好掌控 不过他们愿意来体验累火车 台铁工会不加班 华联车站5月1号一整天冷冷清清 但为了服务往返台北花联台东间的旅客 公路局出动了大批车辆和人力 在车站前执行累火车方案 台北下车在这里下车的话 我们看他是不是还继续往南下 那南下的话我们问他 你要去义里还是 比如说有的人要去凤梨 凤梨我们说因为凤梨就要搭区间车 我们这里大概20分钟30分钟去搬 那就直接引导他 如果他有的要到台东 我们就建议他那个直打车会快一点点 因为甚至还有民众他要到高雄 然后我们就引导他坐那个直打车 然后到台东之后 我们那边还有烈火车 就是由台东到高雄的 也是台东站 就是有也是跟我们这样子引导这样 5月1号当天旅客虽然不多 但都认为服务很好 也表示虽然搭客运时间不好掌控 还是乐意来体验累火车 你今天要去哪里 今天要回板桥 本来是要搭火车吗 对啊因为本来是要搭12点58分的火车 那火车不开怎么办 只能试试看累火车了 不知道累火车是什么 都不知道是什么 会很好奇又觉得很开心 第一次遇到 对啊第一次试试看做客运走北花路线 会困扰吗 困扰吗有一点点 因为本来没有预计这么早要回家 现在要去搭客运 搭客运哦 对哦 为什么要做客运 因为今天刚好遇到火车不开 哦是哦 那你有觉得很车很不方便吗 有一点 有一点哦 那你以前都会搭火车还是搭客运 搭火车会比较快 比较快一点 对哦 所以你觉得搭客运有点 嗯 搭客运就是你会时间上 比较不好掌握 对 今天一定要赶着回去吗 对 哦 所以只好选 客运 那类火车这名字你觉得怎么样 类火车吗 就想说不就是客运吗 哈哈 那你 每到连续假期应该人潮拥挤的花连车站 在5月1号却出现难得的冷清画面 售票柜台和系统都关闭 虽然有类火车替代方案 但是旅客也担心 这是否会成为未来的常态 借路会欢迎室报导 好了 好了 好 RNA